我們開始要講 我們這一瓶叫地質瓶 你這樣了 你不會顛倒了 不會顛倒 我才敢轉這一個地質瓶 因為它會顛倒 捏不說這樣 跟以前的觀念有時候會相反 你弄清除這一切 你就不會相反了 在這個十大地質裡面 叫瑟利弘 瑟利弘他叫做智慧第一 這個在小聖裡面 當然大聖是沒有辦法第一 第一 大聖的智慧第一是文殊菩薩 所以他是第一 我就不要誰 每個都是第一的 瑟利弘是智慧第一 再來是穆劍蓮 穆劍蓮他是神童第一 所以其實最大的神童 應該是慈悲才是最大的神童 不是一般的小神童 再來當然是叫家瑟 這個沒有字系的 我們隨便家瑟他是苦行的 也叫做陀陀 叫做苦行第一 苦行 也叫做陀陀 陀陀是他們的話 苦行 再來叫陀陀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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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菩提 西菩提 西菩提叫解空 金剛精裡面的西菩提 是解空第一 再來這個叫做加詹蓮 加詹蓮 這個是論意 就是說釋迦摩尼每次講完課以後 然後他又開始補充 都是釋迦摩尼講完以後 他就繼續補充下去 這個叫論意 再把他這個意裡再論釋下去 再來一個叫富羅納 富羅納 富羅納我們知道他是收法第一 收法 講一些是收法他最會 收法第一 再來一個叫這個優波里 優波里 優波里他是磁雎的 磁雎第一 他這個這一些 等一下在這個十大地址裡面都會 地址裡面都會出現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後再來一個叫做阿力納 阿力納他是天然通 這個叫天然第一 再來是斯加摩尼爾的兒子 斯加摩尼爾的兒子叫做 羅浩羅 羅浩羅 羅浩羅他叫密性 羅浩羅密性 密性第一 這個你沒有吵沒關係 因為他這個在書本裡面都會出來 最後一個叫做阿蘭 叫做多文第一 無論聽得最多的多文第一 所以就以上叫做十大地址 所以這個十大地址 他們都是小聖的地址 他們就滿足在這個小聖 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小聖他分別 所以為什麼叫有聖 因為有分別 分別是怎樣 分別人認為人生是苦海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圓榮 這樣有沒有辦法 所以他要了脫因果 叫羅浩 羅浩就是把世間當作是一邊 然後把極樂世界當作是一邊 結果他認為這邊是苦 認為那邊是樂 這樣就有分別人 就好像要離開黑暗 要到光明 離開晚上要到白天 這個是不圓滿的火法 這樣這個你們聽了幾次應該就懂了 所以這個因為這樣他遭一邊 火法你主要不是圓滿的 遭一邊見的 那當然這個都是錯誤的 都是都是不圓滿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金剛經 我現在從這裡面 來再給你一個腦筋洗轉彈 金剛經裡面你們有沒有讀過金剛經 好金剛經裡面有一句說 過氣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有沒有這句話 好那應該怎麼樣才是對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過氣心也就是現在心也就是未來心 這樣有沒有了解 因為你不能早於過氣心 你也不能早於未來心 你也不能早於現在心 那無所謂過氣現在未來 是不是啊 因為他叫做無窮無盡 所以叫做集心集火 成一切相離一切相 是不是啊 所以過氣心現在心不可 未來心的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道 這個心量 它無所謂過氣現在未來 既然是圓滿周辯不起分別的 你就沒有所謂的過氣現在未來 那沒有所謂的過氣現在未來的事情 那就是所謂過氣現在未來 統統都是 這樣你了解一次 所以 這樣你了解 不起分別 所以你就再解釋 佛經就是這樣而已 好來開始 不要再找誰 我英國都不用說 開始 好 這個時候 維莫節他生病了 然後他就說 奇怪 世尊佛怎麼 佛的慈悲怎麼 不請 不要派人來看 當然這裡面是佛 釋迦摩女兒跟維莫節 其實他們兩個人 就好像這一齣戲是他們已經安排好了 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其實也無所謂的安排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佛跟佛 因為他們都是佛的 佛跟佛他們才能夠救見 這個極切的這個知法 的實相 他們當然都是通達 所以他們 然後 佛當然就跟他相桿亮了 通達了 所以他就馬上跟社立佛說 那你去 你去跟這個維莫節 去看他的病 那社立佛說 不行了 不可以 我不可以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講過去 他們都是受這個維莫節 來給他教導 給他修理過的這種情況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曾經在林中靜坐 宴坐 就是在那邊打坐 所以他第一個 就是在破除這個打坐的事 再講到這個破除這個打坐 這個在這個維子彈性裡面就講了 皺產品 有講到一個皺產品 是不是 那還有講到一個叫做智房 智房他不是說靜坐嗎 所以他有入電 他有入電卻就有出電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電 所以他真正的靜坐的意識不是這樣 你這種靜坐 你還是一種方法 你還是有所得 而且你一定要在特定的空間 特定的佛堂 然後特定的儀式 然後你一定要栽植木浴 然後你一定要眼光鼻 鼻關心 然後一段時間 你才能夠日定 等一下你 你站起來 你去吃飯 你去上廁所 你這個就不定了 這樣不好了 對不對 所以真正的靜坐 日定他不是這樣 所以他說 射立佛不必視坐 視為宴坐 這個所謂的宴坐 所謂的坐 如來清靜坐 不是這樣的坐 不是像你用你的身體 這樣的坐 叫做坐 那什麼叫做坐 所以第一個叫做 不宜三罪 現身意 叫做願座 所以什麼叫做三罪 我們講的 色罪 義罪 色罪 無色罪 那什麼叫做義罪 就是說我們 當然人 不被 不被 境所轉 不被境所迷 不叫生氣 你雖然而不被為他守苦 不為他掛愛 不住在這裡 只要你住在這裡 那你就在這裡為你現身意 這樣我沒有了解 所以我們義罪 當然義罪 我們一定是要怎樣 所謂吃飯 吃飯 睡覺 飲食 我們叫飲食男女 傳宗接待 吃飯 睡覺 穿衣服 這一切 這都是屬於義罪 因為我們只能帶有身體 我們既然帶有身體 那當然是不是一定要有這種物質的 身心的這種需求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當然 需求是一定要的 對不對 但是所謂的 但是你掛愛了 譬如說你為了這些煩惱 那就大可不必 或者說你太過膨脹 也大可不必 或者說超出你的負擔 所以你本來吃飽吃飽就好了 那你一人又看到 看著又白菜倒 那你喜歡吃水餃 還看著水餃 還看著水餃 還教 這樣你就 這樣你就 為他所轉 是不是這樣 你為他所苦 所以你為了這些 我們今天住在這個世間 我們要用錢 沒有錢是不可以的 我們要住房子 但是如果你為了錢 為了這個房子 打拼了打拼 然後你 為他所苦 甚至為他去做了 你不想做的這個事情 甚至為他犯罪了 甚至為他累倒了 那這個大可不必 是不是 所以不是說叫你斷掉 不是這樣 不是斷 而是我們在這個義罪當中 只要你隨眼 可以就好 是不是 所以你就不會在這邊獻生意 你的身 你的口 你的意 你的身心 這個身心 就是說你的身心 不被這個義罪 不被這個有行的事間 所苦 所迷 你有這個義罪 你有沒有看 不在那邊獻生意 所眼住在 今住在 所以這個社稅 社稅當然就是比較 離開這個義 比義還更高的 這個叫做社稅 譬如說 我們對這個美 愛美 當然這個美 所以說我們有人 他說這個義罪天 社稅天 遊天堂 然後看到那種仙桃 看到什麼仙泥 都是很美麗的 看到這個天堂的房子都是怎樣 都是像那個 埔里的天然火炎一樣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遊天堂 大概都是那種天堂 回教徒遊天堂 他絕對不是那樣 基督教遊天堂 他夢見 他絕對不會夢見 像我們那個埔里那種房子 我們中國人 台灣人只要一夢 遊天堂 所有的都看著 那個廚都像我們國立一般廚 了解嗎 所以 因為在你的社稅裡面 你受他所轉 所以你所見的景象 當然是這種景象 所以 這個社稅當然是有比義稅更高的 這個義稅就是說我們一定還要去 譬如說你對這個飲食男女 一定還要去 攤球 還要去 要有 擁有 這個社不必 社只要你一看到了 好像你欣賞那個美術音樂 好像這個一個人對這個美術音樂 喜歡彈鋼琴 還是喜歡畫畫 喜歡這一些 你一個人如果你太喜歡那個 而只找在這裡面 那也就是只找在這個社稅天 是不是 他不必一定要準量 只是說他 我們就叫藝術 這個叫做藝術 為了藝術 然後你太早於這個藝術 那你就 愛美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 對不對 為了藝術 然後怎麼犧牲 我看這個大可不必 然後 然後這個叫做無色罪 無色罪就是一種比藝色罪還更高的 這個類似像哲學思想 類似像哲學思想這種 高程度的 像術邪 術邪有沒有 講到這個術邪 這個已經不是藝術了 已經不是色罪了 像這個邏輯 像這個哲學 像這一些 像這一些法 像這一些法 人家在講經說法 這些法 這個都是主義 這個無色罪 但是你這個 早於在這個無色罪裡面 你會不會分別 分別說你這個教 我這個教比你這個教好 會不會這樣 一樣 這樣的話 他就早於他那個罪 早於那個無色罪 是不是 所以一個獨哲學的可能他會困在這個哲學的 譬如說什麼尼財 他因為獨了哲學後來就自殺了 這樣我們要了解 譬如說像這個馬克思獨哲學後來他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一個知識分子他很容易的就是被這個無色罪的 這個難道所迷惑的 被知識所障礙的 所以知識這個都沒有錯了 這個意思懂不懂 其實這個 這裡面 這個罪 所謂罪就是有罪線 有分別的意思 你跟我有分別 所以在義罪有分別 這個罪就是有分別 所以你如果在這裡面你不起分別 不起執照 不起寡愛 那你就無罪 就好像黎巴 這個罪就是黎巴的意思 江罪 國罪 有沒有 罪 所以這個罪跟這個罪一樣 都沒有了 所以無色罪 沒有這些罪 所以沒有這些罪 你才能夠通達 我們在這個世間當中 你去在世間當中 隨緣 我看還是來 去成就一切的萬法 而不被他所指導 所以叫做成一切像極心 然後離一切像極火 離一向離一向 不被他所迷 不被他所轉 所以這樣子才能夠像緣迴一樣 恕富貴 再富貴 我也是一樣的行道 再犯難 我也一樣的犯難 也行道 所以恕以底行為底 恕平賤 他就沒有罪 是不是 那我們一般人 你只能富貴 你就不能貴 所以說他在貴賤的時候可以 一到富貴他就會退道了 我們叫做順考 現在道朝比較沒有講這些 以前道朝講那個 魔考 法會都講魔考 以前有沒有 叫什麼內考 外考 顛倒考 什麼考現在比較不講的 那為什麼會有那些考 其實也無所謂考 跟這個一樣 無所謂考 那你為什麼要變成被他所考 就是你陷在這個罪裡面 被他所轉 為他所苦 所以你一個人能夠在不在三界當中 限順利 那你當下你是不是真正的 像紀公 侯侯當師 他到哪裡都可以 不一定要住在廟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遲早住在廟裡面 那又遲遲這個怎麼樣 遲遲社稅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出家 遲出家又出廟 出廟又無所謂出廟 通通都是他的廟 通通都是他的道場 所以在這裡邊 就以這樣的叫做不遲三界限生意 這樣子你真正才是禪定 那種定才是大定 而不是說 我一定要在廟裡面 一定要當和尚 這樣是不是一定要當和尚 一定要怎樣的形式 所以這個叫做社稅的東西 一定那種形式 一定要點著檀香 才能夠正 要不要 跟無關乎這一些的 是不是無關乎 所以一個真正清靜的人 真正定的人 跟這個無關 那所以真正的清靜 是不是跟你結婚不結婚無關 所以不是說你不結婚就是清靜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無關乎這一些 是不是 所以如果這樣子 那只是老婆很清靜 無關 了解 所以不是這一些 而是你不要被他轉 不要被他染 而不被他所苦 不被他所困 不要被困在這個得失裡面 還是這一句話 不要被他困在這個得失 成敗的框框裡面 因為你沒有禮巴的 所以你一打開這個禮巴 就好像孫悟空 他就不必想要跳出如來火的掌中 所以他想要跳出如來火的掌中 其實他是不是還在這個色階裡面 還在這個異界裡面 還在火的法階裡面 是不是 還在這個無色階裡面 他才想要跳出去 所以你如果沒有想跳出去的時候 他是不是才真正跳出去 就是這樣 所以孫悟空 我常在講孫悟空 為什麼跳不出如來火的掌中 就是因為他想跳出去如來火的掌中 他就跳不出去 這樣他就在三界當中 獻身意 如果他不必想跳出去 而孫天地當中 天地在我心中 我在天地當中 我在佛的手中 就是佛是不是在我的心中 佛在我的心中 我的心中有佛 那我在你的手中 你在我的心中 到底是我要跳出你 還是你要跳出我 那都不用跳 是不是 所以彼此融合了 所以這個彼此融合 就無你無我 無你無我 那是不是處處都是 都是處在 處處 整個十方法罪都是你的法座 這樣才是真正你的清淨法座 一切都是你的法座 是不是 所以佛座不是說一定坐在那裡 你只要你也知道 這個都是形象而已 這個 這樣你才處處 這個 這樣你也知道嗎 我都講我給你很清楚 我也講過我這個打拼 不起魅定一樣 不起魅定 這個魅就是極魅的意思 你沒有離開過你 這個叫做三魅 魅定當然就是極定的 極靜的意思 所以還是你在一個極靜清靜的 你沒有離開過你的什麼 清靜滑身 你沒有離開過你的平等的心 所以太陽雖然好像起來了 你感覺上太陽好像日出 它好像又入落 你感覺它好像有來有去 其實太陽有沒有離開過太陽 沒有離開過它本位 對不對 是我們地球在轉 你知道嗎 所以一樣仙佛它來這竅的 仙佛等一下退竅的 那季公有沒有 仙佛有沒有離開 有沒有來 我們叫做如來 所以以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它沒有來去 我現在再講一個例子 你們就比較容易懂 譬如說你的兒子在你的身邊 對不對 你的兒子在你的身邊 那你媽媽 你這個母親對兒子的愛 是不是 有有沒有 好 那你的兒子現在離開你的家 到高雄去了 到成功領去當兵了 你媽媽給兒子的愛 有沒有離開 沒有嘛 這樣你就沒有了解 所以你今天你住在台北 你住在你的家 你的愛心 你的愛心有沒有 有啊 沒有離開 那你等到你今天你離開你的家裡面 到佛堂去了 法會去廟山宮去了 你的這個愛心 對兒女的愛心有沒有動搖 有沒有離開 這樣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在外表的身體 好像有來去 但是你那個媽媽對兒女的那份的天性 那份的愛 沒有動搖 這樣有沒有意思 所以自然是沒有動搖 這個叫做不起妹定 所以你常常就是定 所以真正的定是這樣的定 所以不是說身體的定 而是你就好像媽媽對兒女那份的愛的天性 他沒有因為 是不是孩子在他的身邊 用這種比喻你們都比較容易了解 有沒有因為你這樣離開而有離開 不是這樣 是不是啊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叫做不起妹定 你那份天性沒有離開 那沒有離開你才能夠隨眼 所以你才能夠處處都去嘛 是不是啊 所以不是說住在家裡 每天要住在家裡抱孩子的媽媽 她才是媽媽 就不能這樣說啦 因為有時候為了上班的關係 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婆婆在帶 或者說你的孩子是請人家那個在帶 因為你為了這個家庭 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今天不是很多人都是這樣嗎 是不是啊 所以當然你從這裡面就可以了解 在這裡面它叫做不起妹定 媽媽用這樣子來講就容易懂 所以這樣才是那種媽媽對兒女那種天性 它是妹定 不起妹定 沒有離開過 起就是沒有起來啊 沒有離開過你那個妹定 你那個疾妹的 疾妹而且怎樣 安定的那個心 所以你才能夠隨眼 陷之威夷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所以你雖然做什麼事情 但是是不是都還是沒有離開過他的本來本位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定 這個叫做定 所以這個在佛經這種定 叫做嫩緣大定 這個在嫩緣經裡面 這個定叫做嫩緣的大定 所以才是真正的定 而不是說在那邊打坐的那個定 那個是小定 小定 所以像孔子一輩子他沒有離開了 他一輩子誰而不願毀人不見 誰而不願毀人不見 他有沒有離開 沒有說他是最定 所以你看祭公一輩子 祭公祭公祭公 是不是他就定 所以他到處走啊 他到處走 但是到處走 他沒有離開過祭公這兩個字 就好像觀念菩薩 他到處走 但是沒有離開過慈悲 這兩個字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前人雖然每天到處走 到處跑來跑去 但是前人你沒有看過前人在打坐 沒有 但是前人才是真正的人 不起 不起這個魅定 你看前人的心都是為了眾生 為了道場 一個人他的心都是為了這件事情 沒有動搖過沒有離開過 然後他隨眼跑到哪裡跑到哪裡都是為這種事 所以這樣叫做不起魅定 而現出唯一 不是說每天都鋪在廟裡 每天都坐在那裡 這樣就定 這樣錯誤了 對不對 這樣炒頭就不好 就不好 所以 這個演奏說不捨道法 因此你在講 一個人他沒有離開這個道 我們今天 從你求道開法會以後 眾生清還 你一眾生清還了 是不是不捨道法 你一發菩提心了 這個叫做一發菩提心 沒有離開這個道 你的心中都是為了這個道 都是有老師的 我知道哎呀我今天我求的道 我的心中就是學習技工的 我是技工的徒弟了 對不對 我是法醫衝德 這樣 雖然你還會去做事 你必頒出來 你還是到環業裡面去 但是你雖然在環業當中 你的心是不是還是這個道心 沒有退 你對這個道的心沒有退 只要你對這個道的心沒有退 你去在環境當中 你去做什麼事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啊 不是說一定要大家都舍身半道 這樣才有一個指定 所以這個叫聖還已經不二了 只要你的菩提心 先節條件是 你不退失菩提心 你菩提心一退轉你就都不用說了 那當然你就已經離開了 對不對 所以不捨菩提心 不捨到法 先還入世 這個叫做願奏 因此你心不住於內 亦不在外 所以我們這個心 內 內是什麼 你不是一個地方 這個在任人家裡面講的 本來是他講的很多 內 那如果你心住在裡面 那裡面應該看到你的胃啊 看到你的肝啊 看到你的腎啊 看到你的胃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你自己的胃 沒有 所以你可見 它不是在裡面 那你說在外面 那在外面應該看到你的眼睛啊 可以看到你的鼻子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眼睛 看到你的鼻子 看到你的眉毛 所以可見也不在外面 啊不在裡面也不在外面 那在哪裡 那你說在中間嗎 那也不是在中間 還是刮到眼睛也不是 所以其實無所住 這個叫做無所住 無所住但是處處都是 對不對 隨眼 通達 不 不被他手轉 所以不住我也不住 這個不住就是沒有去念的 通達無愛 哎呀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念中 所以在之間 一切的這個見 見當然就是一切的這個見賊 我們講 一切的看 人這個 撐雞悔意 心衰苦樂 我們講的巴虹 巴虹吹不動 有沒有這句話 所以我們在這個洪塵當中 有時候快樂 有時候我們 我們有過一條歌 啊 人生科必 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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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起 有時樂 好嗎 好運 拍運 都要照旗子來走 啊這個就是定 這人生的記憶 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這樣 所以這個叫移之間 不管你順考逆考 不管你怎樣 但是你沒有動搖你的 怎樣 你的那種平等的心 動搖你的 對你自己生命尊嚴的心 不會因為你得意而忘形 也不會你的思慾 而怎樣 自甘墮落 自暴自棄 那這個叫做真正一 大丈夫 如如不動 所以這個跟中國 孟子講的叫做 四十歲不動心 其實這個 艷奏也就是不動心的意思 也就是孔子講的 所謂四十而不後的意思 也就是孟子講的 叫做 富貴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威武不能欺的 大丈夫 就是這樣 一個人為了道 一輩子 為了這種理想 是不是 他為了這件事 然後他就一輩子 他就是這樣子 不管你結婚 你不結婚 你以前 我們要小孩 現在生了小孩 這個都沒有關係 世間上的一切的因緣 世間上的因緣 你要隨眼 你的角色扮演不一樣 但是你雖然隨眼當中 你那個心 你今天學火的心 學到的心 對不對 可是沒有離開 菩提心沒有離開 主要這個就是演奏 這樣很簡單 這樣你對到會不會退到 就無所謂退到 無所謂退到 我們說我們不要誤會說 有的人比較少來看到火堂的 說人家這個人退到 誤會了 這個退到是 是他的心的問題 不是說他比較看到他的 比較有道 他最近 這次火會沒有來 這次新聞班沒有來 必班 那時候這個人已經退到 這個那是誤會人家的 不是這一些 不是這個無關 好 所以啊 這個 可是因為你能夠這樣 你在之間不動 能修行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我們上次講過的 是常常會發現的 四十年四十正勤五分 這下廖有什麼 阿廖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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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幸福 有幸福 你給我把他拿出來 三十七道品 這下廖要不扶起來 所以不斷煩惱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環呼是不是限於環惱 環呼是環惱 所以環呼是一邊 環呼是環惱 環惱什麼 環惱自己的事情 環惱一點點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環呼 環惱提美更 環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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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惱的環惱 環惱 都是環惱我們身體的 環惱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的家庭 現在是相信的人 去他們坐在哪裡 放映什麼 善命不在oty 也問他的身體也請感情 婚姻 rant 禮婚 ihre То gl派 問他的孩子 要打招呼 probabil以看哪個孩子 六點幾歲 還在打電動玩具 是不是 一十幾歲 樽 Paulo 在go 說善命ů 看過女朋友 還在打電動玩具 那實在有夠小master 所以那個就懷д 環呼 環呼 懷懷懷 台頭 台頭 是不是 環惱和懷 increasingly 很帶出一點辣闓 就叫懷懶 那咧,現在的他說一邊,這個不對啊,這個不好也哭嘛,就反腐嘛,就早已,早已有嘛 這樣你們了不了解?那羅漢咧,他現在這些煩惱都沒有,因為他也沒有結婚,什麼都沒有 出雞,還有小孩煩惱嗎?沒有,沒有雞,要不要老公煩惱,是不是啊? 都沒有了,沒有雞,沒有老婆媳婦,沒有老婆媳婦的問題 都沒有啊,所以他只是一天每天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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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水果吃青菜,只想去做服做 是不是啊?所以他這種人,他們離開煩惱,而達到另外一邊,叫做內盤 這個是不是我們剛才講過,這個叫羅漢嘛 但是菩薩,你看觀念菩薩,有沒有離開煩惱?沒有離開煩惱 因為他知道煩惱,煩惱,內盤他是不餓的,他往來生死苦愛當中 既然往來生死苦愛當中,有沒有煩惱?有啊,煩惱眾生,什麼沒有煩惱? 既公煩惱很多,煩惱眾生不得度,千人煩惱很多,煩惱這一些道場 這個道場,這個道場,這個禍賢,那個禍賢,這個叫做先天下自由而有 叫煩惱,是不是啊?悲天敏人的心情 但是他雖然煩惱,他的心怎麼樣?如如不動,他的心,這個道心 你看既公,他雖然煩惱,觀念菩薩雖然煩惱,雖然悲慈悲,為眾生流眼淚 但是觀念菩薩,他有沒有墮落,有沒有沉淪?沒有 所以凡夫,他在這裡變沉淪,這個叫沉淪 所以說差一點點,凡夫我就用一種比喻,凡夫就好像苦海當中 在那邊,掉在海中,在那裡沉淪,凡夫 這個羅漢就好像離開這個水,然後到岸上來了 那這個,這樣不對也不對,這樣你救不了眾生嘛 那真正的菩薩就怎樣?在海裡面,但是他就坐在這個救生船上面 坐在前面,跟剛才在水裡沉淪,差一點點,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菩薩滾煩惱,我們現在也是跟我們滾紅塵的人,又住在一起 但是我們是不是差一點點,差一點菩提心而已 差一點道心而已,對不對? 所以這樣,你才能夠度化眾生 所以你這個叫做不斷煩惱,滾煩惱住在一起 而入內盤,又是怎樣?又是有道 所以,這個叫做運作 能夠這樣做,叫做怎樣呢?佛所應可 那你對這個了解嗎?這樣有沒有清楚? 有沒有疑問?有疑問要馬上問 好,所以我聽到他這樣子,我實在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我就不曉得怎麼辦 我當然不敢去 我這邊去叫修理這樣,沒辦法 再來,木建連你去問他 他說木建連說不敢,我不敢去跟他講 為什麼?所以則合,意戀我實 我以前在為人家,在這個皮耶里大城 在這個巷中 在為這些居宿在家弟子說法 這個維莫姐說,木建連你為白衣,白衣就是在家的 因為他們穿白衣 是不是?那個出家的穿那個叫做混掃衣 混掃衣 那鹹菜式的,塞色塞色,就是掃色的就塞色 像我們中國人家說,我們這樣 是不是?掃色的掃色 全面塞的就塞,塞色塞色 那他不能穿太漂亮 不能做年瓜,又穿太漂亮 是不是?頭和鐵,又要穿太漂亮 是不是?要來通? 要來穿太漂亮 所以白衣就可以掃一下就沒關係 所以你為他講說法 不能夠將你這樣說的 什麼叫做說法呢? 說法者當如法說 所以你要說法,這句法 這邊說法就是說道,講道 你講道要有道 講道要有理 講道要有理 講道要講道,講道不可以 他大概是有分別 他大概是說 他對這個白衣說法 都有一點 這個和尚看到在家地址 都有一點幹高心 你知道嗎? 比如說看到你們在家的 看到你們在家的 他就很不好 他說你怎麼可以託我們的佛經 這個是我們的專利 有沒有聽過這種? 如果看到你們在家 吃不飽用菜 還要想洗天 他們都會認為是這樣 就一定有一個分別 所以一定不能有分別 所以他為什麼特別強調說 為白衣說法 一定是為白衣說法 你們有很多苦 你們有很多人 今天跟他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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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娶妇 他跟他講這些事情 他一定是這麼熟的 所以這樣說一定是 有分別心 所以今天講道 不能不要去講到這種高低 佛法不是和尚的專利 大家也會通 佛就是捷悟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 每個人都可以捷悟快樂的方法 通達自在的 是不是 是不是跟你和尚 不和尚無關 你有了解嗎? 所以 一個是說這樣 第一個 真正的說法 所以法無眾生 離眾生過 眾生什麼叫眾生 這個道 這邊所講的法 這個法在佛經裡面的意思 很多意思 有時候在這邊說 是一種現象界 有時候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 譬如說 眼而鼻舌順利 色生相味吃法的法 這個是不是法 色生相味吃法也是法 我看喔 這個法有很多意思 色生相味吃法的法 難道跟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的法 跟這個法 不一樣 法跟法 不一樣 你不要開玩笑 是不是 跟這個法師的法 不一樣 不一樣 你了解嗎? 好 我們現在講 色生相味吃法的法 法是對著事 法就是一切 世間上的一切的觀念 一切的是非觀念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這一切是非觀念 是不是跟你的分別的意思 對著你的分別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小孩子 他的事是這樣 所以他的對這種是非觀念 判別的能力 跟你一個人長大的判別能力有沒有一樣 你受教育跟沒有受教育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 你的事在變 所以你對這個價值觀不一樣 價值觀 價值觀的變化 譬如說你選舉 你常常聽這個人證件的演講 你會不會受他影響? 會 所以就是聽了這個法以後 你看這個報紙以後 會不會受他影響? 會 你看這個電視 會不會受他影響? 會 所以那個叫做法 那種叫做法 法會影響你的價值觀的判斷 所以那邊叫做法 這個法是這樣 所以色生相味促早的法 是對著事 就好像色是對著眼睛一樣 好像鼻子是對著香一樣 好像這個聲音對著耳朵 它是一個對一個 那個法是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 諸法無我 諸行無常的法 就是一切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 一切的有 是這個意思 是沒有我 沒有一個主宰的意思 是因年而生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譬如說這個聲音 它沒有我 沒有能夠自己做主 就是因為有黑板 沒有黑板沒有我這個聲音 你懂不懂 沒有這個手沒有這個聲音 所以這個叫做諸法無我 諸法是因年生 這邊的法是存在的意思 現象界的存在的意思 一切存在 一切一切的有 這個比這個法不同 那這邊所講的這個法是道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道 所以你講道 你講法 你在說道 是這樣 那這個法師的法 那當然又是 一種意思的 譬如說 它是為了這種 某一種 這個修行 某一種 對不對 然後它 可以講道義 可以辦法式 像這個做法式的法 又不一樣了 做法式的人 撞起來做法式的法 跟這個法又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福建民一種法 意思不一樣 這樣 這個法 福建立民 你拍給你摸就是 這種 比那個項目更困難 一種法 幾乎幾乎幾乎 好啦我們不要扯那麼遠 要講這個道 道沒有眾生 離眾生過故 這個既然是道 道是絕對清淨的意思 既然你不管 為眾生講道 那道是不是絕對的 道是絕對的 道 道就是天 天 道就是路 道就是理 道理 是不是 所以道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道就是老母 就是上帝 就是真理 所以既然真理 真理有沒有眾生的故 所以你剛剛為 為這些凡夫 白衣說 你們很多病 你們很多惹 你們是苦海 怎麼有 一定是這樣說 他一定是分別 所以他講道 既然是道 講道 道是本來的面目 是不是 沒有眾生 什麼叫眾生 生吃粉多 憂愁煩惱 生吃粉多 悲歡離合 生吃粉多 生吃粉多的 你我的粉多 那眾生像 人生如戲的這一些 無關乎吃一些 道 無關乎吃一些 是不是 所以新疆也是這樣講 新疆 這個就像新疆 新疆裡面講 無眼而鼻舌身體 無色生相外處 無眼見哪 無意識 這個道 無關乎眼而鼻舌身體 無關乎色生相處 他是絕對的 不生不滅的 不夠不見 不生不減的 所以無關乎那一些 新疆的讀文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講很多的無關乎那一些 就跟這個一樣 好 所以無所謂眾生的故 沒有這些眾生生吃很多的 最過病 沒有這些病 所以法沒有我 我們講我 我們今天所講的我是什麼 我 我們一般的我就是一種 我像 一種 是 是 講起來我就是一個是 那是是是 是不是到 對不對 是是我們的分別 已經是分別 所以我們一般的我是 講實際的我是誰 我就是我這個身體 我們今天的我 是不是你把你的這個身體 再加上你的觀念 你的知識 對不對 你把這個說 合起來就變成我 對不對 我 我 你是什麼人 你叫白鳳山 你叫什麼廖西田 那你知道 你為今天為這個我 你今天你這個白鳳山的我 是不是把你的身體 加上你的想法 加上你的一切外在的名利 通通 對不對 對外面你的擁有的東西 你所讀的書 你的朋友 你的太太 你的兒子 到哪裡 那這樣就我 我們的我 我們的我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我都變 所以你的觀念 今天跟昨天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因為你的觀念變化 你的身體也在變 還有你旁邊的那些東西 也都在變 所以當然我會變 但是這個道會不會變 不會 它絕對的 所以道怎麼說我 沒有就是我 離開這個我的分別執著 分別的意思 所以 無離偶國 法無受變 這個叫做偶人眾生受成 受變 剛剛講過 離生死過 受變 我們剛剛講 不是講過氣心現在未來心不可得 所以也就是過氣現在未來 也就是這樣 無窮無盡 道是沒有時間性的 沒有生死 道會不會生死 所以你要 你知道道 它是絕對的 我們今天講道 就是我們講的道 這個法就是我們講的道 你記得道就是這樣 沒有 我會不會 到哪裡有變 到哪裡會有分別 到哪裡會有分別 這一些 這個這個這個 過氣現在未來 所以它離生死過 法沒有人 人是怎樣 對待的意思 對待 對待 所以我 因為有一個我 有一個我 我就是一個私心的我 才有人 才有你 才有你這個對待的相 所以它沒有對待 所以就沒有前後 沒有前後的分別 所以叫做前後季端 沒有分別 這個季就是前後好像有一條界線一樣 有沒有界線 沒有了 所以它是不是融為一體 所以法常極然 道它是極然不動 清清靜靜的 法是清靜的 所以媚之相骨 所以對於一切的現象的來 花開花歲 入出入落 一切的成敗 好壞 得失 有沒有跟它有關 通通都無關 不爭 這個叫做不爭不減 這個叫做不爭不滅 這個叫做不爭不滅 這個叫做不過不敬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它是極然的 所以它叫媚之相骨 跟這個相 相都會變的 會變的叫做相 所以它叫做十相無相 凡所有相 這是西方 金剛心有沒有這一句話 所以這個相 為什麼叫西方 會變的嗎 相就是有 一切的現象界都叫做相 電風扇 會冷 會熱 會苦 會酸 從眼耳鼻舌生意進來的 感官的 摸得到 看得到 通通都叫做相 通通都是假的 會變的 只有什麼不變 天變地變 只有這個道不變 那你會說 法長激然 禮媚之相骨 這個相無關 所以法禮宜相 因此它離一相 離一相 離一相 無所緣故 所以這個相都是因緣而生的 所以我們才講法相 這個叫緣起現空 世間的一切的相 是不是都是緣起緣媚 對不對 人生無不善的緣起都是會變 但是你不管怎麼變 它這個道是絕對的 這個叫做中道 中關 第一義地 它是不生不滅 無所緣 無所盤連 如果這個依賴 你說這個道依賴在這個 在太陽 太陽要沒有了 那到處就沒有了 那到處就沒有了 到依賴在這個水 那水沒有了 那到處就沒有了 不管你海枯食爛 講實在的 海水的雜酒頭會冷 天的變 天的霧 但是這個道 上帝 上帝 道就是上帝 永遠就是存在 這樣你會了解嗎 所以我們今天想到就是 求到就是 知道我們這行 不過有多永恆 因為它這個是絕對性 所以它絕對是永恆性 不生不死的 你們對這個也了解嗎 所以這個才是道 道是這個意思 所以 法理一向無所應 法沒有名字 道有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我們叫做 假名叫做道 所以勉強名老實說 強名也道 道可道非常道 有沒有 所以道沒有名字 空的沒有名字 所以我們叫做老母 叫做上帝 你講老母也不太對 你講老母 要人家說那上帝 跟老母就不一樣 所以勉強 都是一種勉強來說 所以沒有名字 所以 言以道斷 所以因為道不可說 所以一講出來的 言以道斷 只要一講出來的 就斷了 為什麼一講出來就斷了 一講出來就講不到他了 一講出來就講不到他了 所以為什麼說 達摩西來一日五 是不是 為什麼神秀講了半天都講不到 為什麼神光講了半天都講不到 老子也講道可道非常道 孔子講我一無言 天何現在 是不是 所以釋迦摩尼有說 我講了半天 我沒有說 要有說那是毀謊我 所以 都講不到 其實都在講 這個意思 不是說他講的都不對 都對 你懂不懂意思 都對一點點 譬如說我說你的頭髮 你不是只有頭髮 我撐上你的眼睛 你不是只有眼睛 我說你的眼睛很大 很漂亮 你不是眼睛 你眼睛摩起來 你又是誰 所以不是只有那個 所以一個人講的道理 有的人只是講頭髮 這好像是我們叫做蝦子摸象 你有了解嗎 他都摸到一點點 所以一個人所能夠講的道理都只有一點點 既攻美術法會 信聞 怎麼講都講不到 我告訴你 每次都在 但是每次都對 每次都在講他 但是講不完 厲害就是厲害 三九經典讓你怎麼打不完 再說也有 是不是 說不完 說不完 所以在這裡面 叫做講不完 所謂眼裡道斷 這個語言講不道 這個叫做比莫難以形容 你知道嗎 眼裡道斷叫做比莫難以形容 這個道怎麼可以形容 再來 法無有說 這個道是沒有辦法說的 所以理解觀 因為你的說 是你的感覺 是你的觀念 一個人所說的一定是他自己的感覺 一定是他自己的觀念 對不對 人所講的道理 一定是他的觀念 也加上他的知覺 絕就是從哪裡來的 從NB社生意來的 官 官就是去觀想 知識觀感官 所以你才知道 知識觀感官多有一點點 當初 六指揮人不是去印中法善寺 法善寺有兩個和尚 一個說轟動 一個說翻動 講翻動的 講那個機子在聽著 那個是眼睛的 看到的 這個叫做官 這個叫做絕 這個叫做絕 這個叫絕 那一個說他是怎樣 轟動 這個是觀的 觀想 是觀想的 經過觀想 要沒有轟 其實他沒有看到轟你知道嗎 他是平常 他的知識 知識的問題 因為他經過很久了 人生的知識 認為 要沒有轟怎麼會動 對不對 所以六指台在講 不是啟動 也不是翻動 是你的心在動 你的分別 你的分別 所以在這裡面 知道理解觀衆 法沒有想像 道沒有想像 如同虛空 道沒有想像 我們講 所以金剛星常常用虛空來比喻 對不對 法沒有細論 細論就是怎樣 分別對待 沒有高低當中 我們旺生高低 沒有男女 我們旺生男女 這個叫做細論 假料的 假講的 假正的 所以你看這個 什麼叫細論 細論就是說 爭論不修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其實都有一點理 但是都是偏理 所以兩個人在吵起來 你真正合理的 那怎麼通打 怎麼會吵起來 什麼會基督教去罵佛教 佛教來罵基督教 基督教批評一貫道 一貫道的去批評人家 這個佛教 會不會這樣 要是真正有道理 就不會這樣去批評 是不是 所以宗教不要分別對立 你一分別對立 就變成細論 變成爭論 爭論 道沒有爭論 絕對的 大家都有了 天命之衛星 平等的 眾生皆有佛星 哪來的爭論 所以法 道不要爭論 你有聽說 所以法 所以叫做必見空故 叫做必見空故 法沒有我所 你我所故 剛剛講我 那現在講我所 我是我這個身心 我的這個觀念 我所是我 我的啦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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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我的房子 我的地位 我的立場 我的什麼 我的想法 那我的 我的都會變 所以這個道 不是我的 所能夠來形容 是不是 道就不變了 所以 法沒有分別 道沒有分別 高低 所以離知事故 我們都是什麼在分別 都是你的事在分別 事就是分別的意思 分別高低 所以你的知識 跟你的知識 跟你的知識 是不是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 我們在座兩百多個人的事 保證大家的事都不一樣 所以可見這個道 但是我們的道都一樣 我們這個道都一樣 但是每個人的知識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樣子也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因果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可見 但是只有這個道是一樣 所以叫做無道意義貫吃 它是意義 你們有清楚這個道嗎 道是這樣 有辦法比 不會比 所以叫做法無有比 不用比 沒有比 沒有比 所以沒有相待 因為比是相對的 對不對 你說的比高低 所謂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到底哪一山比較高 那到底哪一天比較高 所以這個都是比較 所以道不要比 沒有相待 所以法不使因 不在緣故 我們講因緣生 諸法因緣生 什麼叫因 因就是這個因子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這個因 當時一定有這個種子 有這個種子 對不對 它才會變成這樣 這個叫因 它一定有緣嘛 緣就是有這個光 一定有陽光 是不是 是不是 或者說它有這個空氣 有這個水分 還有這個杯子 你如果把這個杯子 把這個玻璃杯拿掉 把這個水倒掉 是不是 因為空氣都沒有密閉的空氣 它是不是 雖然有這個種子 它還是沒有 所以這個叫做因緣 在我們世間的一切的法 都是因為因緣 和合 它才有 但是因緣一改變 是不是就消滅了 但是只有這個道 它因緣一和 它也沒有增加 因緣一改變 它也沒有減少 譬如說我們因緣 父母親 因緣把我們合成這個身體 我們才有 但是我們有一天 這個因緣一改變 我們會不會死掉 會不會死 會啦 都會死啦 開玩笑那裡不行 但是我們會死 我們的活性有沒有死 我們的靈性有沒有死 所以沒有嘛 所以我們的活性 我們這個道 跟你的因緣 和合因緣的善美 無關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就是 沒有不關你的因緣 所以法同法性 法就是法性 所以入之法固 法就是法性 我們講法性 它是空的 所以法性就是般若嘛 道就是般若 道就是禮 法性就是禮 法就是道 你知道嗎 我們中國式的就是這麼說 法就是道 法性就是禮 禮在哪裡 所以在天有天禮 在地有地禮 在物有物禮 所以它在哪個地方 所以它當然入之法固 這邊的法 就是一切的存在 我剛剛講 這個法跟法的結束不一樣 就在一切的有裡面 這個道理 就是在一切的現象界裡面 這個叫做天地有生氣 雜然互流行 所以下則為荷葉 上則為入行 它是不是周邊這整個的有 這樣你們學會 是不是很清楚 我這改善應該 你們學會在哪裏 不用洗就是對 越來越洗越來越 就是當中是在講這些道 所以法隨與乳 無所隨故 叫做乳 乳叫做怎樣 乳乳不動 所以六指譚將 五指告訴神秀說 這個一真一切真 萬將至乳乳 乳乳之心即是真實 有沒有這句話 這個叫乳 乳者乳乳不動 乳一乳 乳就是不起分別 而且沒有動搖的意思 所以道 道就是乳 沒有分別的意思 所以既然乳乳不動 它有沒有水 有沒有 有沒有水你跑掉了 隨太陽下去而下去了 而跑掉了 沒有 這個道不會因為太陽來它就有 太陽去了它就消失了 不會 不會因為先後來 不是因為來先後來 那這個道才有了 不會因為先後退下了它就沒有了 所以它叫做乳的 乳乳不動 絕對不生不昧的 是不是 所以它無所隨故 不會跟它而離開 所以法治實際 法治實際的 因此它租邊不動 租邊 邊就是邊見 看你一邊 是不是 你說東邊我說西邊 你說天邊我說海角 你說白天我說晚上 你說前道我說昆道 那這個叫邊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是不是這樣邊見 你說國民黨我說民進黨 那這不是邊 所以這個一有邊就有分別 一有邊是不是就有分別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道有沒有分別 有沒有黨派的分別 沒有嘛 所以既然沒有黨派的分別 就沒有邊見 但是我們往往有人修到半島 會不會有邊見 有 很多人碰到民進黨不敢傳道 還規定 還規定說不可以傳道給民進黨 這樣有通還是不通 這樣不通 這樣就不通 這樣就不通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道哪有分黨派 這個派 是不是這樣 所以它法 法是實際 它是支邊不動過 支邊不動過 支邊不動過 我們不要 不要找於某一邊 我們不要變成某一個黨的一個工具 這樣你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不是為哪一黨做事 道 上天的老千人想講 老天的天道 大公無事叫大道知想 天下為公 你要弄清楚 而不是照一邊見 是不是 所以道不是有錢人的 有錢人是沒有錢的 是不是有邊見 是不是 無關無 所以不分四龍工商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都有 不管你的見解是這樣 我的見解是這樣 你的觀念是這樣 我的觀念是這樣 通通它都是平等 所以叫做支邊不動 絕對是沒有動搖 沒有站在一邊 沒有站在一邊 這樣比較簡單 是不是 再來 所以道沒有動搖 沒有離開過 這個叫做何其不自相 本無動搖 六指貪生不是講嗎 所以不依六臣故 因為六臣會動搖 純哀 紅臣滾滾 色聲相會處 這個外界的東西會動搖 會變化 那道有變化 沒有變化 所以 法沒有來去 藏不自顧 所以你從這邊你就可以了解 沒有來去 像 他跟我說這些道 有這麼多人來講 普通要來享用這個道 你沒辦法享用這麼多行人 所以你看這些書 人家 不得了 你講道 道是什麼 比如說你講道 道德尊貴 道是什麼 道就是這樣 你們對道才比較了解 才知道道德尊貴是怎麼回事 道是怎麼回事 絕對性 圓榮 是絕對的圓榮 是不生不昧 是不是 圓滿周辯的意思 沒有分別 沒有高低 沒有來氣 沒有生死 沒有喜怒哀樂的分別 但是 他又在哪裡 又在一切的世間 一切的眾生當中 是不是 圓滿 圓滿 所以 沒有 因為他絕對 所以他才 不住 他滑順空 滑 他在哪裡 隨順這個空 空就是 空 空就是不起分別 沒有善惡高低 難你 這叫空 沒有一種任何的藝術形態 沒有任何的有 所以他叫做 沒有頭尾 沒有大小 沒有青紅皂白 是不是 六祖壇生講 素性本空 一復如素 第二品 波多品有沒有講 空就是這樣 空 我們講性善性空 所以他無相 隨無相 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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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相 這個道他是無相 無形無相 所以無作 他硬 他硬一切的萬物 他隨硬 他就是 這個都是他的作用 所以他硬 硬 硬積而華 但是硬積而華他有沒有造作 他沒有造作 沒有造作 沒有造作當中 他硬積而華 物來則硬 物氣則靜 所以法離好愁 法離開好 美麗跟不美麗 是不是 就好像媽媽父母 天下的父母親 小孩子 在小孩子的心目中 有沒有父母親是 美麗的 不美麗的 那時候你長大才會有這種看法 在小孩子的 剛才生出來的孩子 他不知道 你這個媽媽是有錢的 還是沒有錢的 他也知道 你沒錢 我也不會選給你做孩子 是不是 所以他怎樣 他沒有好走 所以在先頭的眼光來看 沒有美麗不美麗 先頭是看我們這一顆心 他不是看你的外表 這樣知道嗎 我們人當然是看外表 看外表是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價值觀 再加上 我們的眼睛的問題 對不對 在先頭的眼光 中生是平定 沒有美麗 不是說你年輕人 看得比較美 老人 都常情辦的 都不在少年 這樣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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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法沒有增減 沒有增損 損就是錢 所以法沒有生命 法沒有所歸 不會對他走 不是老師 整空去 這個道對他走去 不會 空處 空處去 這個道對空處去 不會 不會 不會對他走 絕對都不會走 這樣才是厲害 所以他超過眼而鼻舌生理 你眼而鼻舌生理 都是你的作用的一部分 沒有錯 但是你的眼而鼻舌生理 只是他的一點外表 對不對 所以有一天你的眼睛壞掉了 這個你的道有沒有減少 沒有 你的感冒了鼻塞了 你的道有沒有減少 沒有 沒有 所以超過眼而鼻舌生理 你的腳受傷的 也沒有減少 對不對 沒有減少 你IQ靈彈 也沒有減少 所以你看那個起字班的 他有沒有到 那還是 到還是平等的 起衝邪校 起龍 起龍 起靈邪校 起字邪校 其實他們都是平等的 活性是平等的 但是他們的肢節 所以 比較 不方便 那我們是比較 六根比較 方便 而不是說 你的活性 比他大 這樣你有沒有了解 所以 法沒有高下 法 長子不動 法長子不動 都在這邊 沒有離開過你 所以離開法 離開一切的觀想 離開什麼樣 一切的觀 觀就是你的觀想 你的觀想 離開你的行為 你的想 是不是 遠而受受想 行是想 就是你的行為 你的造作 跟你的行為造作無關 賀賣一切無關 那有關的是什麼 那你說這樣子 有關的是什麼 是你的事 你的事 所以因果報應六道輪回的 那是你的事 叫做代業往生 是不是 代業往生 所以你的佛性 你的業力隨著你的業 然後去 這個叫做物以類計 然後去往生再拿一道去 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一切的輪回轉變 都是你的事 你的業力 自己在承擔 但是你的佛性 當下 還是不生不妹 是不是 所以他才周辨六道 因此啊 大目見人啊 法相是這樣的 怎麼可以說呢 所以說法者 這樣子才了解 說法的人 無說無事 才是沒有所說的 有沒有講 講了半天沒有講 為什麼 因為聽了沒有沒有得到什麼 因為你們本來就有了 所以我常常每次在講法會 我法會 常常這個道德珍貴 都是我在講的 我一邊告訴他 我講這個道德珍貴 其實都講不到 啊 是不是 因為你們本來就有了 那我們這樣講了 老半天 告訴你什麼 我就好像說拿一個劲子 給你們大家看 這個劲子裡面沒有什麼給你的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從這個劲子裡面 得到什麼東西 但是你慢慢的從這個劲子裡面 因為他會看到你自己的 本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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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還有得到 所以 這個叫做 道 所以說法者是無說無事 聽法者是無文無德 這樣知道嗎 這樣你們有沒有了解 如果有說有事的 那個是知識 就好像你的國文老師 英文老師 弟弟老師 那是知識嘛 所以因為你知識你才有增加 對不對 你聽了英文聽了是誰 是不是會增加 所以你從小到現在讀思 所讀到的都是知識 知識才有得才有識 但是我們今天跟你講到 有沒有增加 沒有嘛 這個叫做 雖明得到十五所得 是不是十五所得 為什麼 因為你本自既有嘛 本來的面目 所以只是跟你提醒而已 所以叫做回光環照 所以你跪在佛田 你不思善不思惡 你本來就是了嘛 然後他告訴你 以這個燈來告訴你 這個就是你本來的面目 是不是只有這樣子 告訴你 這個叫做 指導你 見性 指導見性 你知道嗎 指導你 所以聽法的 講法的人就是 指導他 他本來就有了 指導他自己 去見性 讓他的本性 現就是現 去現出來 然後幫助他 讓他的心地去光明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了 所以 叫做大學指導 在明明得 這個明得是本來就有了 那因為我們明得自性 自己不明了 所以他才幫助你 所以讓你自己明得 明了就好了嘛 所以明明得 明明得就好了嘛 是不是啊 你自己明明得 天下的人都明明得 所以叫做明明得於天下 是不是只有這樣可以 所以聖人 其實雖然講了半天到 其實他什麼都沒有講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本自棘子啊 本無動搖 本無生妹 是不是 你才知道 那既然講這邊 你哪有說和尚君 在家弟子 和尚是比較高 在家的是比較低 有沒有這樣 沒有 沒有 平等 還是如同大元性 還是平等性 是不是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 還這樣子 就像犯師位 犯人說話 今天我們所講的一切話 所以叫做 我們叫做白羊戲 我們今天講的這一場法會 都叫白羊戲 三天法會 好像忙忙忙忙忙 大家都忙 那忙完這個呢 什麼一場 一場戲 又圓圓而已 這做戲而已 我告訴你 仙佛 在做戲 讓你看 板仙 在板仙做戲 做一齣仙佛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在白羊戲上 我們都是其中的一個角色 在做戲給你們看 這樣而已 驚醒夢中人 如此而已 所謂的叫做犯師 未犯人 好像變魔術的 犯師就是魔術師 魔術師 跟那個變魔術的那個 那個 那個說 不便的那個 那個說 那整齣仙佛都魔術 整齣仙佛都魔術 變來變去 不是整齣仙佛